因為我們今天要回台中看棒球 然後現在還是早上 所以吃便當好像很不合適 於是我就買了這個 要介紹 不是要介紹要吃給你們看看 哈囉我是皮皮主 胡椒餅是店內的招牌 但是我覺得這一樣比胡椒餅還好吃 還要一份燒餅油條 這樣就好了 謝謝 這家店一個禮拜我最少會來一次 這幾樣是我最常吃的 這長條形的甜餅 裡頭包的是滿滿的紅豆沙 這一樣就是店內的主力商品 許多人都是為了他來的 我們現在要趕快回家拿行李 一會火車上面再吃給你們看 我今天坐的是普通車 所以人跟人是面對面的 火車的出發前幾站 我實在是不好意思拿出來吃 不過這種胡椒餅就是要趁熱吃 如果坐旁邊的乘客投來一樣的眼光 我有多買 我也會請他吃一個 早上店的胡椒餅裡頭是沒有包肉餡的 比較像一般說的那種蔥花捲 這家的胡椒餅有幾個特點很吸引我 第一 餅比較油 所以吃起來不會乾巴巴 第二 層層的這種焦疊口感性十足 第三 表皮的白芝麻鋪得滿滿滿 胡椒餅吃完人群也退散了 那我趕緊來吃今天的重點 燒餅油條給你們看 燒餅裡頭夾上一根油條 這種吃法的由來有好多種版本 有人說早期來到台灣的外省老鄉 覺得吃完油條手非常的油膩 於是呢 把不油膩的燒餅中間擠一個洞 再把油條塞進去這樣夾著吃 欸就這樣 味道還不錯呢 另一個說法是說 以前的人可以慢慢的吃油條 慢慢的吃燒餅 但現在是工商社會 人們變得忙碌 生活節奏非常快 趕快吃飽最重要 哪有時間讓你慢慢享受美食 吃的時候嘴巴記得長大一點 你看看你看看 吃起來相當酥脆 大口一咬 還會掉許多的屑屑 不愛吃油條的朋友沒關係 你也可以選擇燒餅裡面 加一顆蔥雞蛋喔 特別提醒一下 這種東西很乾 比較不會吞東西的朋友 你可以沾著豆漿吃 這樣就不會太乾 也比較好吞 喔我到站了 我要趕快下車了 掰掰